10位級,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胡遺聰 又是後面這個位置,又是曼谷唐人街,又說 又來update,不是不是update 最大約兩個星期左右就是農曆新年 香港農曆新年是怎樣?大家都知道 泰國曼谷的農曆新年是怎樣?未發生 但是,究竟唐人街市場,開始有人買年貨沒有? 唯一賣東西的情況是怎樣? 有些有些有趣的年貨和農曆新年有關? 我們來看看 話說不update,但見到難道不說嗎? 好像這間酒店,當日以為倒閉會很好 就沒有倒閉,現在就開始了 而街上,大家見到未到農曆新年 但已經有很多人穿紅衣出街,紅當當 大家準備應節 這個又是紅色,那個又是紅色 總而言之,通街不少人都是紅色 至於有關賀年的產品,利是風,各方面 通街都可以買,通街都可以買 通街都可以買,是說唐人街 不是試飲或實在訂 種類都多,而且都挺受歡迎 看見真的已經有些泰國人在購買 沒錯,準備好新年的內臨 其實有關的產品,據我了解於唐人街 之上,有一兩間店 一連365天都可以買 但說到現在多得那麼重要 以及種類那麼多的話 當然是趁著新年才有 雖然說了兩星期才到農曆新年 但大家都已經開始辦年貨購買這些產品 有得賣了 若然你看虎為聰的內容 都會知道每逢農曆新年 在唐人街總會有很多紅色T恤賣 如果說來是朱年有朱T恤 後年有喉T恤 農曆新年有龍天術 接下來是虎年 有虎年的T恤 有得賣了 早幾個禮拜來都未有 現在上市了 唐人街都已經有得賣 即是說應該此時此刻 迫斯都應該有 還有人特意開車來買 喂喂喂,小子 除了這款,還有沒有第二款 有有有,什麼款都有 讓我找找找 在哪裡呢,找找找才行 我們有很多款 今天都不知多好生意 賣了很多很多件 你知道 一到農曆新年 T恤賣很流行 人用利是封的出街 有些就裝了知客 我有款很適合你的 阿太太,我們找找 找到了 哈哈 阿太,這件適合你 見你這麼美女 八折就給你 是真的嗎? 我真的這麼美女? 當然啦,新年流流 沒有騙你 這些不是我預約回來的 KT恤賓 是真真正正的 太強買農曆新年衣 除了一些苦年T恤之外 類似酒樓之客 都很搶手 很多人買的 嘩,究竟這些是大戲 戲服令新年衣 這麼誇張 有沒有人買的 怎麼會沒有 你留意到時 年出我的片 你就一清二楚 除了李士風 精品 衣服之外 就更加有這些 的懷疑 都是充分表現出 賀年氣氛 往往 只是近著農曆新年才有 平時較為少見 便宜地買枝 回去應一下摺 在家裏擺也好 可以用來辟邪 咦,用人手畫的揮春 現在還有什麼 是啊,唐人家有的 你看看 這位師傅 就在這裡寫 即席揮豪 唐 莫非金玉滿唐 到轉來寫 寫什麼呢 聚首一唐 李仲聖唐 還是什麼呢 咦,忠義唐 萬能勇士來了 同時間 唐人家也有蓮花賣 不是說Lotus 是說這些 具有新年氣氛的花位 預計有年糕 不是煎的年糕 是跟賀年有關的糕點 現在最新的就是審品市場 每每一個聖誕節 來這裡就會有些聖誕產品 聖誕服裝發售 萬聖節也有萬聖節的產品 服裝發售 接下來春節 農曆新年會不會有呢 會不會有財神山脈呢 就要看看才知道 說了第六感強的 我初時不知道這裡 有這麼多賀年東西賣 但只是猜測 想不到真的猜中了 來到五部一樓 十部一角 全部都是賣賀年用品 有些都挺賺的 挺有趣 真的沒想到 當然這些不是太過製造 太過出品 但也算是有 尤其是像這個 咦,之前好像是聖誕老人落雪 為甚麼變成賀年版本 咦,賀年落雪 沒所謂 最緊要是新年Feel 記得我說過 這個審聘市場主要是做批發 若然有些店舖 或者餐廳 需要大量賀年裝飾 來這裡就會批發價賣給你 但假如不是 我要一個揮春那麼大把 或者一個公仔那麼大把 就逐個逐個買 價錢其實都不太貴 都OK的 最緊要選擇多 雖然說Omicron 這隻病菌真正狠 但正所謂木馬也要繼續轉圈 所以大家也要如常生活 為了迎接農曆新年 每個都出街買東西 店裡面 真的有不少顧客在賣東西 看得兩看 咦? 這些尼士風又太敏實 對呀 泰國製造 這裡所賣的賀年產品 不是全部尼士中國內地 亦都有本地的產品 例如尼士風 甚至乎這些布袋 布袋裡面寫的是 先精於新年發財 即是新年發財 60匹有交易 這些用來裝洗手液的瓶 顏色都很新年 是啊 還有這些頭色 於是乎 女士們 除了一身的小鳳仙裝之外 還可以戴上這些頭色 非常之濃力新年 人可以打扮到很有新年感覺 狗仔都可以穿到很有新年感覺 再不是買一些貼紙 貼紙回去貼一下 都可以有新春感覺 是不是從沒想過 泰國曼谷竟然有這麼多 這些賀年產品發售呢 還要是未到農曆新年 已經蜂擁而出 真是絕對可以覺得想 Amazing Thailand 不過 看看看看 有樣東西好像不多 角眼 左搏右搏 找了一輪 都沒有的 說實話 這些賀年產品 種類都繁多 但偏偏欠了一件事 看了這麼久 是差一件事 是嗎 就是一些賀年口罩 對呀 找雲都沒有 為什麼會沒有呢 莫非真的要去Lanaya 才能買得到 離開了審併市場 我們繼續向前下 去一個地方看看 這個地方都很有意思 以往都沒有什麼人介紹過 所以就特地介紹給大家看看 對於泰國曼谷的華人人來說 但在農曆新年前後來到唐仁街 除了可以買賀年用品之外 更加可以淡過阿姨 是什麼姨 不是夏威姨 是屈寧麗姨 所謂屈寧麗姨 也就是中文的龍蓮寺 這間佛寺 是泰國曼谷當年第一間的中式佛寺 歷史悠久 地方相當之大 在泰國 所有的華人都認識這裏 曼谷的龍蓮寺 平時都香火鼎盛 但到了農曆新年 更加不用說 相當於香港人 農曆新年去黃大師廟一樣 而泰國人就會來龍蓮寺 跟泰式的佛寺很不同 泰式佛寺通常有師傅幫你祝福 審聖水 送一根繩給你 或者做一些祈福 但這裏沒有這些活動 有的最多最多 就是幫你化泰水 不過都要自己化 不是師傅幫你化 跟香港一樣 到了年三十晚 這裏都有上頭住鄉的活動 水事不通 十分熱鬧 善信門在這裏 除了可以求籤問卜之外 當然是可以拜神 不說你不知道 全泰國最多中式神佛的佛寺就是這裏 差不多所有中式的神佛 包括觀音娘娘 齊天大聖 金花娘娘 華江大師 月下老人都可以在這裏拜得到 蔡慎夜 若王大帝 不是玉王大帝 是若王大帝 也可以拜得到 甚至乎木頭宮都可以 更加不少得的就是華陀 和太歲星君 與此同時四大天王都在這裏 其實不止的 還有很多的 不過拍不切 說不完 難怪鄉火那麼頂盛 這麼多泰國華人來這裏拜神 以前這裏很嚴重的 裏面不給拍照 但現在不同了 時代不同了 你拍照 即是幫他宣傳 他都不知多謝你 所以大家下次有機會 來泰國旅行的時候 都不妨來這裏走一走 拜一拜 那我了 新年期間 當然要來拜神 走走運 新年期間除了人要開心 神和先人都要開心 所以在這裏 有條街 喜歡買一些金銀衣紙 勉強 本地人都喜歡在這裏買 燒給先人 先人開心 神開心 說到拜神燒衣的事情 其實跟香港都不一樣 舉例 你會見到 終於見到財神了 財神爺 有關的 但不是送給人 是燒給先人 然後還有龍袍 燒給先人做大戲嗎 為什麼要穿龍袍呢 真是不明白了 還有這些新年糕點 可以要來拜神 拜完神 自己又可以要來寫 你聽鑼鼓響 一片 星星送九年 看看有沒有汪阿姐的賀年歌 是沒有的 泰國華人 新年不流行聽這些歌 只是聽一些 眾經 拜神的歌曲 不會聽許冠傑的財神道 後面這個商場 可能是暫時 整個泰國曼谷之中 最有農曆新年氣氛的一個場 門口掛紅色燈籠 因為名字叫做China Town 即唐人街 這個場不是新場 疫情之前已經開 裡面基本上都很適合本地人 唐人街一眾的市民 去買東西吃東西都可以 又坑門 未必需要專門來 裡面都很有賀年氣氛 今天胡錫沖在曼谷唐人街 看過農曆新年前的情況 至於農曆新年期間 初一我會來走一轉 給大家看看現實的情況 泰國農曆新年的情況都熱鬧 尤其是曼谷唐人街 現在都看到 街上的人為了迎接新年 馬上做過傳統的Facial 沒錯 以太色的Facial 有沒有做過呢 刮臉 刮臉 刮臉相損 是的 很多女士們 貪美 整理個美容 就可以過年了 農曆新年 大年初一再為大家報導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精神爽利 新年快樂